今天要為大家教學的是 如何解決PC Game 龍戰13 就是 你點它這個遊戲組成式的時候突然變成說 突然沒有反應 但是一到兩秒之間 它就是沒有那個龍戰14的畫面 那我現在為大家就是說 就是在下在這個2022年 12月16號禮拜五那一天 也就是 我還沒自己常觀的那一天 也就是說 一直到 我那一次 在下硬碟壞掉的時候 然後 店員幫我重灌之後的 然後 接下來我就接著 接著就是 因為它重灌的時候 一定會幫我安裝 完好無缺啦 就是說 什麼更新都有裝 那問題點就在於 說 你看這個 現在就是 看這個 電腦是六四位元 點它兩下沒有用 不知道沒有出現那個 龍戰士的那個畫面 然後 然後那個 接著 又在下 想說 跟 六四位元的系統 沒有什麼關係 後來查出原因的 原因就在於 這個 空 請大家看 控制台 然後選擇 選擇 選擇那個 系統 及安全性 系統及安全性的 這個 檢視 以 安裝的更新 好 大家請參考 我這些更新 那這些更新的是 我重新 重灌之後 然後用最 就是 最乾淨 就是 我沒有一直 更新 我就是 呃 把有必要的東西 更新 其實大家 重灌的時候 可以 因為我忘記交代 電源說 呃 不要裝太多 更新 安全性更新的話 會變成是說 造成 一些單機遊戲 不能進入遊戲 現在以前有一個案例 就是說 洛克人 那個 那個龐大的遺藏 就是 洛克人 DX2 的那個 龐大的遺藏 也有出現 就是 進入 進入 好像不能進入 遊戲 然後 造成 就是 有一個 安全更新 而不能登陸 那我目前是 沒有辦法完整的 查出 安全更新的 是哪一個 不過你 你 你知道 安 做這個 安全更新 有 需要的 裝上去就是 因為你 你裝太多的話 搞不好某一個 安全更新 就是會造成 呃 你的遊戲 不能 進去 不單是 單機 或者是 線上遊戲 特定的線上遊戲 都會 變成說 不能 進入遊戲 然後大家就參考一下 我把畫面放到 因為我是自己重關 然後 就 也是六四未圓 也是六四未圓 但 最後 查出是說 安全性的更新 就是 裝到 裝到那種 因為我為什麼要 換 換為 六四未圓 因為發現 現在的遊戲 都 都是用六四未圓 然後 又加上 呃 六四未圓 比較 居多 六四 比特 這個 這個遊戲 也是蠻多 32比特 也是蠻少 所以 我去為大家 介紹這個 我現在進入 我現在光碟機 因為我現在其實 接 外接光碟機 本體的光碟機 因為 可能跟 這個 新裝的硬碟 好像 不怎麼 合得來 所以 它就 被叮噹 不會動 沒有反應 然後 所以我就買一台 這個 外接的 光碟機 其實 外接光碟機 你看有沒有 不到一秒 它就進入這畫面 代表它是可以進入遊戲 那我就直接把 呃 畫面切掉 因為我直接用快捷鍵 所以 我就 就直接把它切掉 就跳出遊戲 好 然後就可以進入 遊戲畫面 對 就這樣 好 那謝謝大家收看 Kennishin連的神速教學 那 我就關於把遊戲的 疑點 問題解決出來 就是 安全更新 狀態度 結論是 安全性 更新 不壓裝 才多 有必要才裝 好 那 希望對大家 玩單機遊戲 或是 線上遊戲 有什麼幫助 那我要早點睡 了 閃油娜啦